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來問大家有沒有用過TikTok 來這個TikTok現在在年輕人世代 這個Z世代可以說是非常的火紅 幾乎人人都有一個帳號 那麼現在美國要來進TikTok 但是卻自己鬧出了笑話 為什麼呢 來看到這位議員他就問 在這個議場上面還問到說 TikTok可以連上家庭的WiFi網路嗎 等等等等的 他這一句話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出來 他連TikTok這個東西是什麼 好我們先看一段這個在現場的一個畫面 可以看到兩人對話這個問題一問出來 對方是連怎麼回答都不清楚 因為這個問題實在是太詭異了 他連TikTok本身這個東西什麼呢 自己也都沒有搞懂 我們看到其實在整個拜登當選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靠著Z世代的幫助嘛 那麼現在白宮就很擔心了 好假設呢你真的要進TikTok禁令的話呢 會不會就失去所有35歲以下的選民呢 尤其看到現在呢TikTok在美國每月的活躍用戶呢 是突破了1.5億 如果呢是被禁的話 恐怕呢就會引起很大美國人的這個暴動了 然後看到呢雷蒙多呢他也誇張的說 在接收的訪問的時候他說 他認為如果拜登呢真的是靜了話 將永遠失去所有35歲以下選民的支持 好而且呢我們看到在美國禁止這個TikTok 真的是說來說起來容易 但做起來真的很難 光是這個用戶的用量等等等 就是非常的驚人 完全是不能夠小覷的 不過看到了政府一直在禁各種大的東西 但是美國的企業卻是離不開中國 光從這邊看來周壽茲 也就是剛剛看到的TikTok的首席執行長 他在美國被拷問的時候 欸美國庫克他是在北京滿面春風啊 庫克呢在周六的時候呢訪問到了北京 他呢大受歡迎 CNN就報導了 這呢與前日TikTok首席執行長收受自己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那個畫面 在美國國會接受拷問質詢的狀況 真的是反差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呢我們看到呢 庫克呢他在現身北京的旗艦店的時候 然後呢也大方的呢跟那面的民眾來合照啊 就連呢來仔細看這個手機 有人拿著小米手機想要跟他合照 欸庫克呢也是面帶微笑的來配合 庫克就進一步說了 蘋果呢跟中國是共同成長的 這是一種共生的關係 他想呢雙方都很喜歡 那麼創新呢在中國發展 其實很快呢他想呢還會再繼續的加速 那麼講到呢這個美中之間的企業關係 秦剛呢是集體會見了美國友好的團體 以及工商界的人士 而且呢人數可以說是非常的多 特別強調了 中國呢將持續的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大門越開越大 大陸的經濟社會呢已經按下了重啟鍵 在疫情之後呢國民也大開了 迎來強勁復蘇 這個是對美國工商界的三重壁好 但是他也點出了很遺憾的是喔 目前中美關係依舊是處於在一個比較緊繃的狀態 還有一件蠻吊詭的事喔 我們看到了美中的貿易會長他就提到了 其實呢美國企業在中國製造的產品 只有7%是銷毀美國的 也就是說美國公司在中國製造產品呢 只是呢77%是銷售到當地市場的 可以看到完全是不容小覷 因為相比下來一個77%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只有7%被送出口回到美國 那是不是也重重打臉了呢 這打消了美國公司是為了供應美國市場 而把工作交給中國的這個說法 顯見美國呢在大陸投資已經是非常重要 這個是美中貿易會長艾倫所講的 好相比過來我們鏡頭再看到大陸的部分 哇真的是疫情開放之後不只呢經濟貿易很忙 外交部分也是一個接著一個來拜訪啊 以後呢是迎來了最忙的外交際 非常多的領袖在這幾天啊 這幾個月幾個禮拜呢是接連的拜訪 看到了包含了西班牙的首相 還有馬來西亞的首相 馬克宏呢也去了還有呢歐盟執委會的主席 好其實呢在這個巴西總統也要去 但是呢因為他感染了輕度的肺炎 所以臨時取消了 不過雖然他取消喔巴西農業還有畜牧業的部長啊 也是挾壓著非常廣大非常這個規模很大的商議代表團 已經抵達到了北京 那麼呢為兩國間可能達成的多項協議來進行鋪路 我可以看到總統呢就算已經輕度廢了 這個他們下面團隊還是呢非常的有誠意的就到了那裡 那麼魯拉的首席顧問呢他也提到了 此行呢仍將爭取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技術以及相關的投資 同時他也被問到了 美國不鼓勵跟中國技術交易的這件事情 他說我們不害怕大灰狼 還有不僅如此呢看到了玻利維亞總統呢他也提到了 拒絕美國插手黎茲園 將與阿根廷智利呢秘魯來尋求黎主權的這件事情 那新加坡的部分呢李顯龍他則是表示 新加坡跟中國的關係非常的好非常的緊密 與華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想要請教大家介紹的時候 哇現在整個國際情勢 美國跟中國在整個世界影響力 似乎已經產生一個很大的變動了 其實美國從這個不是說過去十年 美國從二次大戰結束就非常喜歡用這種 經濟制裁的手段 其實中國大陸自從打韓戰以後啊 基本上就受美國經濟制裁 今天到今天他沒有斷過 那美國對於他的這個對手 一向都是用經濟制裁 可是過去的經濟制裁看起來對小國有用 有些小的國家產生了效果 可是對目前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種超大型經濟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看起來是無法奏效 現在中國大陸因為本身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創意性產品 現在可以跟美國來批底 比如說我們不講華為了 我們就講這個抖音這一次的這個 他在美國有1.5億用戶 大部分是40歲以下年輕人 他們甚至對這樣子的一個中國發展出來的軟體 產生了依賴性 而且有很大 有一些人是靠這個軟體在維生的 因為他把他的節目好 泡到這個上面好 成為這個同樣的成為網紅的話 他可以獲取極大的利益 所以美國這個美國這一套這個TikTok軟體 事實上也有相當大人在靠上面維生的 那當然美國是從這個政治的角落 角度另外經濟的角度 來想要把這個TikTok這個產品禁掉 一方面他認為中國大陸這個 可能會有這個竊取國安的問題 治安的問題 另一方面美國的這個大的這個軟體 比如說Google還有這個這個Amazon 他們也有他們類似的軟體 可是呢基本上沒有TikTok的競爭力 所以呢他們想把這個禁掉以後 讓美國的廠商把美國這個市場拿回來 可是呢問題就是說看起來好像並不得明星 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拜登政府還沒有辦法 下決心把TikTok從美國的市場趕出去 或者靜掉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可能影響 美國內部廣大TikTok用戶的這種明星 反彈性量太大 反彈性量非常大 所以現在的問題在這裡 不過像我們剛剛一開始看到美國這個 北卡羅來納奧這個眾議員這個 幾乎是網路白痴的這種問題 其實這種事情在美國的國會 就是每天都在上映 對因為美國雖然這個國家是這個很強大 可是並不表示他選出來的 國會議員水準都是到達一定的水準 那麼對於這種網路這種白痴性問題 那我想不只是這位北卡的議員 會有這種表現 還有很多濫於充塑的 這個美國眾議員非常多 那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中國大陸面對美國的單方面的 所謂的單方面的施壓制裁 對中國大陸的制裁 中國大陸目前我認為他的政策是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基本上不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因為中國大陸他的基本立場他是改革開放 第二個就是公平貿易 反對單邊制裁 所以如果說他自己也做了單邊制裁 也採取了相對的報復措施 那自己就失去立場 而且中國大陸可能到目前為止 他們的這個領導班子 認為還是走開放路線對中國大陸是有益的 那麼世界各國最好的產品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公司 都可以到中國來發展的話 也可以帶動中國的發展 那美國現在是過去我認為他就是說他已經到了一個致滿的地步 他認為光靠美國的力量就可以變成世界的第一盟主 把別人都趕在美國市場外面 可是光TikTok這個意思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美國持續的把人家主角在美國市場之外的話 可能長久只來受害的是美國 而且我想問一下湯教授你怎麼看 現在大陸是迎來了最忙的外交界 我們看到各國的首領是一個接著一個拜訪 對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從去年年底的G20還有APEC 就已經看得出來了 你像G20那時候在印尼在印尼舉辦 那我們看到的都是這些相關的領導人 他是排隊要跟習近平見面 習近平就在他的旅館裡面 他並沒有跑到別人的旅館去跟人家見面 而反過來都是人家跑到他的旅館去跟他見面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而且他還拒絕了幾個地方的領導人 他說你們還排不上 我沒空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譬如說日本 日本說我那個時候想跟你見 不行不行 你到我那個APEC那個時候 因為APEC大概就是一個禮拜以後的事 所以從那個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疫情已經接近尾聲了 那所以說大家都 這些國家相關的國家都希望能夠進一步的發展 因為有一個 有這種報復性的這種需求 那這一次呢 那當然那就更進一步了 因為那個時候還只是二十大之後 那現在呢是兩會之後 而且呢習近平又把這個整個的這個中共的這個領導階層啊 就把他完全都穩固住了 那所以說呢他們的這個發展勢頭啊 當然了並不是說好像有比以前疫情以前那個時候來的那麼樣的好 可是也已經相當不錯了啊 他自己定的大概是百分之五的這個GDP的增長率啊 那所以呢那這些國家呢你說要不要來沾光 那當然要嘛 那這個一方面他看到了中方這裡可能可以有很大的利益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看到呢美國在這邊搞了半天 我跟著美國跑好像我未蒙其力先受其害啊 你像譬如說歐洲國家 你現在你到底對俄烏你要怎麼弄 你還要繼續拱火你要繼續提供武器 那他讓自己都感覺到現在好像已經這個山窮水盡啊 我不能我這個不是五體洞啊 可是他那個是五體洞啊 他那個俄烏那個是五體洞啊 那所以說跟著美國跑 所以說跟著美國跑 你到底得到了什麼 還有更重要的 中方現在的這個策略啊 他是用這個勸和促談 來抵制美國的拱火加油 勸和促談是什麼啊 比如說你這個沙烏地跟這個伊朗 這個和解這個不得了啊 這個以前他們兩個這個鬥得不可開交 結果把他們這個問題解決了 讓他們建交了 現在中方更進一步努力什麼呢 努力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那這個也是很難解的 這個是千年的這個仇恨啊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也把它解開了啊 那這個中方在整個這個所謂的非西方世界的這個地位 那就非同小可了 那所以我說現在美國很擔心 他這樣一弄中方這樣一弄的話 那美國的地位可能會受到這個被歧視 高屯哥你怎麼看啊 現在美國地位的確好像已經快要被大陸給超車了嗎 確實啊我們看到就是說這個中國啊 就是說之前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呢 似乎他還採取一個比較封閉的一些作為啊 但是這個疫情一開放之後呢 好像中國整個的一個經濟啊 以及對外的外交就活絡起來了啊 那最主要是第一個我覺得現在大家就是說 在這個疫情之後以及二烏戰爭之後 大家希望的還是能夠解決這個國內的通膨問題 已經促進這個經濟嘛 那看到中國大陸啊 他不管是內部的這個消費的一個能力慢慢也恢復了 那現在也希望就是說中國的觀光客能夠到各地方 能夠去啊來這個觀光跟消費啊 中國已經連續開放了兩波啊 啊這個團體的到各地方去啊 大概從從亞洲到到這個歐洲地區 以及非洲啊中東地區都有啊 我覺得這是大家啊非常希望能夠看得到的啊 那第二個我們看到就是說這個 中國的這個他的一個國際影響力呢 整個國力呢也是在上升當中啊 我們看到他這個能夠促成 剛剛也也提到了就是說 他能夠促成沙烏地拉伯跟伊朗的這個和談 我覺得大家事實上也很難想像 就是說為什麼他能夠達成這樣的一個地步啊 現在我覺得確實就是說 大家呢對中國的一個寄望 也就是說希望現在俄烏戰爭的大大 他能夠再出力啊 尤其是這個中國對於這個俄羅斯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這個影響力嘛 那對烏克蘭來講的話 假設是說這個不管是停火或戰後的一個 重建來說的話 都還是需要中國的這方面的一個一個資金啊 那我們看起來就說中國的這種大國的這個崛起 這個影響力呢 確實是不斷的在這個上升當中啊 尤其是我們看到歐洲的這個態度呢 也逐漸的一個改變啊 那不只是說過去我們看到這個去年 德國總理肖茲去訪問 現在呢是歐洲主要的這些領袖啊 包括法國現在也去了啊 包括一向就是說對於這個中國看起來是 好像採取一個比較會有一些這個排斥的 這個歐盟智慧會主席的馮德萊恩 這一次呢也要跟這個馬克宏一起去啊 而且他事實上也講就是說 對於中國呢 我們只是不想過度的依賴而已 但是呢我們絕對不能跟中國脫鉤啊 因為最近中國的市場呢 還是非常的一個重要啊 那西班牙的首相桑傑斯也說嘛 他是馬上變成7月份的輪值 歐盟的輪值會的這個主席 他也是認為就是說 其實這個必須要了解中國 對於這個俄烏戰爭的一個立場 以及了解中國它是一個經濟大國 這種關係是必須要維持的 那麼美國現在面臨的危機呢 也不只是國際外交上面 自己的經濟也碰上很大的難題 先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好美國總統我現在啊 是不是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呢一方面又要處理 可能國際外交的事情 那自己國內的經濟呢 也有很大的挑戰 我們先看到這個拜登呢 他在加拿大的時候 演講的時候結果口誤了 而且口誤之尷尬 我們先看一段這段畫面 哇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們來賓都已經笑成一團了 人在加拿大演講 結果呢講出來的話呢 竟然是說 我們一起來為中國的進步來鼓掌 這個網友啊也是看了很傻眼喔 人在盟國 結果心在中國 那麼不僅如此我們看到呢 拜登除了呢在加拿大演講之外呢 也在自己的推特上面呢 曬出了跟杜魯道的合照 稱他就表示呢 是加拿大跟美國呢 可以來做大事 不過啊這個文才剛一發沒多久 馬上呢就被美國網友洗版了 他說喔你們聯手 就可以把通膨跟油價推得更高了啊 還有呢 還有網友是說喔 加拿大人很喜歡你 那你應該就留在那邊 好不要再回來了好不好 好那麼除了呢 現在呢這個跟整個加拿大關係之外呢 現在美國的經濟也亮起了紅燈 包含了一連串的這個美國銀行爆發的這些爭議 現在呢有保證銀行存物安全了嗎 拜登的說法是說 他在銀行業危機上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英文的說法是說 Pretty damn good job 那麼現在啊 民眾的存款是安全的 也沒有看到任何哪一個產業會爆出危機 結果啊這個話一講 馬上呢又引爆了網友 還有民眾的怒火了 看到了葉倫也就是呢 美國的財務長呢 他是被迫喔 在這個拜登的政府內部 現在是可以說是如理薄冰啊 因為呢 白宮對於整個葉倫有關通膨的 一些相關的作為跟反應 感到非常的不滿 這呢 也就是為什麼白宮呢 在去年就傳出了 要找這個葉倫 可能被替代一些相關的人選 報導呢也進一步指稱了 現在美國呢是正在進入 銀行危機快速蔓延的第三周 無論呢做什麼事情都已經為時已晚了 那現在呢白宮也開始意識到這個現實 而且我們看到呢這個危機喔 是不停的往外來擴散了 這個銀行的問題呢 現在鮑爾才說沒事了 結果呢 美國的小銀行存款呢 現在是已經流失了近四兆 這個時間點呢 是截至3月15號的一周之內 小型銀行的存款額是下降了1190億美元 高達台幣3.6兆 那麼這個呢 是自2007年3月16以來 整體存款金額呢 下降最大幅度的一次 而且不僅如此 我們看到了在美國2月長期資本禁流入 只有319億美元 跟以前比起來喔 以前是幾千幾千幾跳的 月減1209億 也顯示了整個資金喔 不再是美國為首選了 好那麼不再是美國為首選 那哪裡才是選擇的好去處呢 看到現在呢 全球銀行業呢是一個產生非常大的動盪 那麼大陸這個市場呢 似乎就成為了大家的避風港了 像是花旗銀行呢 報告當中就提到了 近期歐美銀行業的動盪呢 更加凸顯出 大陸會是今年相對安全的避風港 那麼也預測呢 人民幣呢將會走強 資本很有可能 會再重新開放貿易之後呢 再恢復流入大陸 那麼至於 針對相關的一些經濟的狀態呢 我們看到大陸呢 這個中央財經委員會的辦公室副主任 他也提到了 中國是國際金融安全的避風港 我們很歡迎各國企業 一起來大陸來投資 深耕大陸 中國的市場 要大家呢 放長線來釣大魚 那我們看到現在呢 美國的市場呢 似乎在走下坡的狀態之下呢 各國呢也開始減持整個美國的公債 來到呢 這個部分 截至3月22號當中呢 外國的官方持有美債的規模 是已經減少了760億美元 降到了2.86兆美元 那麼這個幅度之大 我們看到呢 是2014 3月以來最大單州的降幅 可以看到不停的破紀錄 包含了剛剛提到這個長期資本 淨流入的金額 還有剛剛現在呢 提到這個美債的整個規模 那麼FED呢 在設立不久 這個外國啊 以及國際貨幣的一些相關單位呢 也發現了一個很奇妙數字喔 就是呢 在整個被動用的這個規模呢 是已經達到創紀錄的600億美元 遠遠超過了疫情高峰期間 達到的14億美元的高峰值 好尤其呢 現在呢 不僅是整個經濟啊 整個銀行業啊 瀰漫的這個非常悲觀的氣氛喔 在大多數的美國人的生活當中 也認為喔 也不認為這個兒孫 生活在美國的日子可以過得更好 因為調查就顯示了 有八成的受訪者的美國民眾表示 美國經濟啊 非常的不好 或者是很差 那被問到下一代的生活 是否會比自己這輩更好 有78%的受訪者呢 是表示沒有信心的 那這個呢也是自1990年開始之後 調查以來的新高 高達78% 而且呢白人受訪者呢 是比黑人還有呢 西翼受訪者信心還要再更低的 我們想先請教一下 介大使你怎麼看喔 現在整個美國的經濟狀態啊 已經似乎已經讓拜登 已經心不在焉到這種程度了嗎 拜登如果再繼續這樣口誤下去 我覺得他可以不要選了 他剛剛口誤已經 剛剛看到三位來賓已經笑成一台了 我覺得太好笑了 真的我不應該嘲笑他 不過真的 呃不要太勉強啦 做美國總統 這個不能常常這樣失誤的 那個以前我們這個講 一言主義新幫啊 一言主義上幫啊 他老是這樣口誤的話 實在無法升任那個工作啦 我覺得美國選民 應該心裡面也有數了 呃 不過這是美國人決定啦 不過就是說 這一次美國的這個金融危機啊 事實上是不是已經 已經已經解決呢 我看是未必啊 因為他這個背後其實顯現的 倒不是這些少數銀行 他們在營運上的困難啊 背後顯現的是美國 不僅是美國啊 整個西方社會對他們這個 好美國跟西方社會的 這個銀行體系的不信任 不信任的表現就是把存款拿出來 那個做其他的投資 像這一次這個矽谷銀行 他其實就是因為信心不足 在短短的時間內 這個他的存款一夜之間就被 就被好擠兌了兩百四十億美元 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那可是呢 這些問題呢 你說都是銀行嗎 還是就是拜登口中說的 那一些不夠格自私的銀行的 這些負責人嗎 我覺得不是 真正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美國這個政府過去寬鬆政策 舉債太多了 美國政府現在本身就有 差不多三十一點四兆美元的債 這是歷史新高 拜登短短兩年 他就增加了七億美元的兆 七兆美元的債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種花費下去 沒有人可以對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的未來有信心 那另外一方面 他這個暴力升息 事實上太快了 完全沒有考慮到 銀行能不能承擔 然後我覺得更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怎麼講呢 一個導火線是惡物戰爭 惡物戰爭 美國人把銀行金融業最需要的一個信任感 把他自己把他嚴重的傷害 因為美國會公然去沒收一個國家 人民跟政府存在他們銀行體系的資產 那不論任何人原因 他就把這些甚至私人的資產也已沒收 你想想看 美國是一個開放的金融體系 有多少外國人把錢存在美國的這個金融體系裡面 有多少人在美國有實際資產 如果說美國的政府可以 只要找到一個政治原因 他就可以把你的資產沒收 讓你的財產歸零的話 你不是美國人 你會不會想到說要把這個錢移出去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整個是不僅是美國的存款戶 全世界存款戶 基本上都面臨一個 對美國所領導的西方國家的整個金融體系 的一個不信任 但這個不信任是美國自己造成的 我說長期累積下來這些錯誤的政策 那所以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聽了很多 現在全世界資產正在移轉 抽出來的錢不是立刻可以找到這些parking的地方 所以中國大陸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的副主任才會講 是因為現在聽說很多資金都轉進了香港 轉進了新加坡往亞洲跑 這是一個事實 唐教授你怎麼看 現在全球銀行業動盪 結果大陸好像成了避風港 這個情況我想會越來越明顯 因為美國的這幾個重要的做法 我覺得它都出現了問題 第一個是美元 第二個是美軍 第三個是美債 因為在二戰以後呢 當然美國是唯一超強 那所以說它這個美元呢 它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通貨 尤其在後來又變成石油美元等等 到目前為止 現在它的普遍性就開始降低了 那你降低了以後呢 那剛好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那人民幣的這個角色呢 就提高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美軍 美軍呢 現在在全球呢 它有一兩百個這個基地 它這個基地呢 這個都有非常重要的這個作用 可是呢 你像譬如說現在你在中東 你從這個阿富汗以後呢 你在中東的這個角色呢 現在越來越下降了 那所以就使得美国的 它的這個在中東地區的這個影響力 現在也是看到下降的這個趨勢 非常的明顯 另外就是一個美債 那美元跟美軍呢 它是配合在一起的 你美元 如果說你有美軍去幫你 把這些地區啊 把你搞得很危險 那你這些地區的國家的錢呢 就全部跑到美國來了 所以說它這個東西 就跟美國 還有那個跟它那個軍工企業 都是非常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你不但你可以可以賣武器出去 同時呢 你讓那些國家感到很危險的話 那些大的財主呢 它全部把錢搬到美國 搬到美國跑哪去 就跑到美債去了 所以說這個美元美軍美債這三樣東西呢 它是循環的 而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說哪一個點被突破了 或者說哪一根支柱被倒塌了 那美國的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美債 美債我們剛剛討論到了 是中方這裡在減少 而中方減少當然也受到俄乌的影響 可是你日本也在減少啊 那也在減持這個美債 而且減持的美債比中方的還要多 很多國家都在減 那這個東西就很奇怪了 那你那這個東西 日本沒有這個俄乌的這種問題啊 那所以說呢 我覺得現在這個西方國家 現在他們慢慢慢慢都了解了 如果說真的跟著美國跑的話 那可能真的是為蒙其力先受其害 我們高誠哥你怎麼看啊 你看拜登到現在還在心不在焉 拜登我覺得他事實上來講 似乎好像有一種這個過度的 樂天派的一個一個狀況啊 那事實上來講 目前看起來就是美國內政外交呢 都出現了問題啊 尤其是我們看到這個 內部的這個銀行的 這樣的一些危機的一個狀況呢 似乎還沒有完全的一個解除嘛 那事實上也影響到這個 歐洲地區的這個金融 所以為什麼最近 大家就說急忙把美債賣了 那就是希望能夠換成美元來 必須要來支援這樣的一個 他的一個 整個金融方面的一個危機 那在國際上的一個影響力呢 看起來說 中國的這個影響力呢 事實上是很快的在上升當中 雖然拜登講就是說 他有很多的一些盟友 但是這些盟友啊 看起來紛紛事實上 也都是跟中國呢 也保持這個密切的一個接觸 譬如說他在這個印太地區 所結盟的這些國家 包括澳洲 澳洲現在跟美國的關係呢 事實上跟中國的關係 事實上也在改善當中 那美國當然比較 依靠的是歐盟 但是我們看到 歐盟這些領導國家 事實上也都到這個中國大陸去做 美國後花原屍火 美國後花原屍火 在外交上 不過呢 現在在這個拜登 他自己呢 也自己先發生很尷尬的事情 因為他又再度的口誤了 來聽一下他又講了什麼 所以今天 我感謝中國 好 這個怎麼會 這兩個字其實差蠻多的 可是呢 為什麼會這樣口誤了 就現在大家都在幫找理由 可能是因為兩個字母 都是C開頭國家啦 好 那不管怎樣呢 就是中外網友就開始酸說 拜登啊 是不是根本人在盟國 心在中國 心心念念想的都是中國嗎 好他現在呢 也PO了一個這個影片 就說和照片 說跟杜魯到合影 說要一起幹大事 很多人說好這什麼事呢 難道要更高的通膨嗎 好 秦剛就酸說 這中美關係 依舊是春寒料鞘 令人相當的遺憾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會講到通膨 主要還是因為現在美歐 現在這個金融風暴 可以說是山雨欲來 紐約郵報就說 美國的通膨還是持續 生活必需比漲到多少 價格狂飆 啊台灣本來說這個淡價問題 美國他們淡價說上漲也有5倍 還有呢 鮑爾才說沒事 結果呢 美國的小銀行存款呢 流失就將近有4兆 那得盈呢 也沒有比較好 說呢這個要從來投資人 對銀行業的擔憂 主要呢就是美國西方本來呢 就被評論說 認為是不是制裁 可以摧毀敵人的一切 可沒有想到自己反而遭殃 因為呢現實是美歐不到一個月 已經有5家銀行倒閉了 看到歐洲最大的德意志銀行 也搖搖欲墜 還不止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呢 也在這個倒閉的排隊行列中了 好那為什麼美國看起來呢 沒有那麼緊張呢 這難道也是因為 瑞銀收購瑞信 到底誰才是獲益最大的呢 因為呢看看瑞銀的前十大股東 美國就有這樣的六席 如果瑞信不爆雷的話 要收購恐怕還很難 結果現在沒有想到 花一點小錢就可以把他呢 成功收入麾下 所以這個連準會加息啊 對美國來說 是不是真的太划算呢 第一個可以警告殺國 第二個正折歐 第三個敲打資本回流 一箭三雕耶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買賣喔 不過現在呢 全球也開始呢加速 要來清算美照 要希望對把他換回要套現嘛 那美國商務部長呢 就警告說 如果中國和日本一樣 增持美照的話 世界經濟就是正常的 而不是一直拋售喔 他又是說別人的錯嗎 不過日本銀行業呢 他們現在滿首美債 就說風險值啊 將近有2.3兆的日元 所以大家也很擔心說 他會不會是下一個 可能要倒下的 骨牌效應的受害者呢 而且呢這個危機 在金融風這個整個金融風暴 銀行業受害多慘呢 說是喔 銀行股啊暴跌了90% 各國的央行 現在也得趕快減持美債 這是九年來最快速 減持美債一次喔 FED甚至說 從3月22號往前推一週 全球的央行減持的美債呢 就從760億美元降至了2.86兆 很多人當然現在心態 就是覺得說我要趕快套現 這樣感覺會比較安全一些 所以呢FED也新成立了國際貨幣回購 說協議機制啊是被取用600億美元 遠超過疫情的這個高峰 14億美元 那麼呢美債呢是31.6兆美元 在全球央行持倉量 現在只剩下9.22%了 而10多年前的峰值可以達到30% 險見什麼呢 這個美債呢他們很多人認為已經是不安全了 好我們不過呢就說看到另外一個場景喔 是這個庫克喔 他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喔 這個是號稱中國達沃斯在北京市昨天開幕了 那麼包含啊這個蘋果庫克啊三星等等呢 都在製作上賓喔 結果就說哎在裡面呢 他看起來非常的輕鬆喔 因為彭博怎麼說呢就說中國大陸是加快 加快來推進先進製造業要自立自強 這強度是什麼呢 美中的貿易會長就提到說 美契其實他們在中國大陸製造的產品 有7%是銷毀美國的 可是你看看喔 相比而言啊其他呢有更多其實是 銷往中國大陸市場的 所以就說美國商務部呢的數據表就顯示 對中國的出口啊保證有 可以保證100萬的美國人他們呢 因此呢可能這個工作機會是比較有保障的 先請教院老師怎麼看喔 說現在啊這個拜登喔 又口誤讓大家覺得很尷尬啦 不過呢這個中美關係喔 是不是現在還是有點緊張春寒廖橋情況 中美關係現在不是有點緊張啊 是是這個前剛講話都客氣了 中美關係現在尖銳對立啊 這個對立的話呢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啊 軍事上的話呢完全不溝通啊 然後外交上的話呢不不接受訪問啊 然後在商業上來講的話大陸大舉的拋債啊 這裡面的話呢已經說明了一個很詳細的一個重點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因為拜登本身呢他這個不是單純的口誤而已 事實上他跑到加拿大去的時候 加拿大人基本上對杜魯道是非常反感的 就大家要了解要看新聞要看整體 拜登卻是給他加持加持的結果講錯話了 然後呢居然的話那居然講到說是滿腦子都是中國 事實上加拿大是跟著美國跑 加拿大反中的理由也是跟著美國跑 所以這個的話呢感覺上是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因為美國現在剛好整個外交政策對於中國的做法是矛盾的 美國一方面是想盡辦法造謠聲勢麻煩 然後美國的那個白宮發言人科比又講什麼 中國的和平政策不會有 中國對於世界講求和平政策不會有具體的結果 中國想要針對於俄烏之間的衝突 提出來的和平政策不會有具體的結果什麼的 唱摔一大堆 然後呢 眼巴巴的看到中國本身在外交實力上 一個是拉攏這個沙特跟這個 沙烏地跟伊朗 然後又是能夠針對俄烏衝突提出和平方案 另外看到了那個習近平跟普丁兩個人 哇不得了互稱為親愛的朋友 我自己長這麼大還沒見過外交關係 有兩國領袖這麼好這麼密切 而且他們都是非常重要的國家 他們聯合過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那你現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目前為止發展 包含雷莫多在內 包含葉倫在內 他們都不止一次講說 我們非常想到中國想去幹嘛 要中國買美債 為什麼要買美債 我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美債原來是全世界所有商業銀行裡面 最穩定的資產 美國的銀行66%買美債 剩下了百分之三十幾是世界各國在買 因為這是穩债不賠 就像一個穩定的國家 像中國如果肯發債 一定馬上賣完 為什麼 它的信用好 美國原來是信用很好的國家 這個一夜之球可以看得出來 The winter is coming 這個大家要了解 目前為止美國本身發生這種情況 我坦白講 從這個矽谷銀行的倒閉 美國很成功的把他們這個銀行的信用危機 轉嫁到歐洲去 一個是瑞士信貸 是以國家為名 什麼叫做德意志銀行 Dolch Bank 那個Dolch 德國的英文名字 德國德文名字 就叫Dolchland 就是說是德國 他們就是瑞士也好 德國也好 都是以自己的名稱來取名這個銀行 然後這個銀行現在被舉對的話了 我相信 下個禮拜再過七天 大家就看出來答案了 這個全世界系統性的風暴 會席卷全球 但是唯一的 讓大家不得不懷疑美國的用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一次整個金融風暴 你們原來是美國的銀行 接二連三倒閉的情況下 突然停住了 變成歐洲的重要銀行倒閉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所產生的聯動的效應 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瑞士本身賠了三件事情 第一個瑞士自己銀行被擠兌 第二個瑞士信貸167年的歷史結束了 第三個在聽美國話的慫恿之下 瑞士把自己永久中立國 我整個成長的過程我在歐洲住了很久 所有的有錢人 不管長什麼樣的 都把錢放在瑞士為榮 不管這個錢是黑錢白錢 黃錢綠錢都無所謂 反正這個錢放在瑞士就是高枕無憂 現在這個情況完全改變了 請問大家 大家猛心自問 歐洲人現在他們的錢出現了這個問題 他們這個賬算在誰的頭上 簡單一句話 美聯準他心裡非常明白 與其自己花錢來收購自己倒閉的銀行 不如說把這個金融危機的外易效果 推展到歐洲國家去 這樣子的話 美國不用花錢 讓其他的國家自然而然跟美國連成一起 來面對這一場系統性的金融風暴 將軍怎麼看說這個 當然美國現在是不是在盤算一箭雙雕 三雕這樣的好買賣 我認為這個跟烏克蘭戰爭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烏克蘭戰爭大家知道 大家都要經濟制裁俄羅斯 這個只要是經濟制裁 一定是殺敵八百 自存一千 或者是殺敵一千 自存八百 你看要怎麼樣去看 自己一定會受到影響 雙面刃嘛 這雙面刃 傷到底也傷到己 會有這個狀況 那今天這個 美國在這個狀況之下 美國美債一直很高 美國這個美債 美國這個國債 國債是有31 將近32兆嘛 你看31.6兆 將近32兆 國債 而且中國大陸正在跑送美債 那美債的壓力更大了 它的利率要提升 一定要提升要應變這個 它要把利率提升 或者從天線率也提升 來抑制這個 這個外債 這個外債 美債的這種 這種大家提現 它會這個狀況 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的話 會造成美國經濟上 會受影響 第二個 美國的製造業一直在下滑 美國從原來佔全世界4%的製造業 現在變成17.4% 你看製造業 製造業的整個市場 被中國大陸拿去了 那製造業不是根本啊 是底啊 你的底薄弱了 你應該從17.4上升到18 19 20 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 在製造業上面分提抗力 現在中國大陸製造業 佔全世界的29% 將近超過30% 你這樣子的話換句話說 美國在這個地方已經相形失色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美債的情況會更嚴重 我們臺灣募今天的外匯存體是 5580億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也有美債 我們有持有美債 我們持有美債 2050億美元 抓在手上 那現在大家都要提倩 那這是我們的本 我們臺灣這個時候不會 不會拋售美債 把這 統統把它提倩出來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現在兩個美債的大國 一個中國大陸 一個日本 日本現在保留 但是問題是中國大陸開始也要換倩 也要把美債把它 拋售美債 變成這個狀況 會造成 大家都拋售美債 現在中國大陸是持有美債最多的 外匯存體也最多了 三兆嘛 那它持有美債八千多億 本來也是一兆 現在剩下八千多億 它說還要繼續來提倩 把這個美債繼續 把它抵消下去 變成 對美國來說 雪上加霜 你看現在美國的 通貨膨脹也很嚴重 我們知道 美國的雞蛋也漲得很兇 對 對 漲得很兇 大概一斤雞蛋 大概兩百多塊 換成台幣 美國人都養肌 都受不了了 你看 換句說它的問題 它的問題也在此起彼落 變成 各種狀況都出現了 那這個狀況 它發現它一定要先自保 我認為到現在目前為止 最挺的還是日本 日本到現在為止 它對持有的美債 它沒有去換線 去抽銀根 它如果一抽緊銀根的話 中國大陸抽緊銀根 兩個美債大國 一個中國大陸一個日本 日本如果抽緊銀根的話 那美國就 美國經濟的 金融 金融危機 變成金融風暴 會造成美國整個製造業 還有它國力 因為經濟力是最大的支撐 整個都會受影響 兵哥怎麼看 說這個 當然這個 庫克 他到中國大陸 那很多說他滿面春風 是不是因為其實 中國大陸 其實這個 對整個產業來講 還是非常重要 當然是啊 其實你看 美中貿易會長 為什麼講說 美系在中國製造產品 只有7%會回銷美國 77%都直接 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 他就在告訴 美國的 這些拜登這些人 在中國大陸 對我們是有利可圖的 我們可以去賺 中國大陸的錢 我們如果不在那邊設廠的話 就是讓中國的廠商 直接取代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地位 那讓我們美國的利益更差而已 所以你們不要搞錯了 其實就在告訴他這件事而已 那對庫克來講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現在就是全世界人口 最多的國家之一啊 我當然要去開拓這裡的市場啊 那 現在中國大陸對庫克也滿理喻的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能夠保持他 中國大陸的市場 他就能夠保持在世界上的領先優勢 他為什麼不高興 那實際上也不只是庫克高興啊 馬克宏不是一直想要去中國大陸 然後歐盟的 歐盟的一堆國家都要去 甚至包括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秘書長也要去 為什麼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對他們來講 非常重要 所以不管你美國再怎麼去 到處宣傳中國大陸都不行 這些國家是看得清楚 真實的利益在什麼地方嘛 那我是覺得 美國犯了一個很奇怪的思維 就是認為說你靠制裁就可以讓人家倒掛掉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是因為被人家制裁垮掉 一個都沒有 古巴被你制裁了幾十年 從上個世紀50年那被制裁到現在 1962年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 古巴倒了嗎 人家現在還在 伊朗也被你制裁這麼多年 俄羅斯也一直被你制裁 北韓也一直被你制裁 哪一個國家倒的一個都沒倒 反而是這一次你大舉的去制裁俄羅斯 叫西方這些國家跟你一起幫忙 不但是制裁俄羅斯 還要制裁天然氣這些東西 你自己需要的東西你還要去制裁他 結果制裁到現在歐洲這些國家看起來很快要垮 那不是嗎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 這個策略完全錯誤嘛 然後美國現在雷蒙多尼好意思講 你不是最反中的嗎 你還叫中國大陸去買美債 你覺得中國大陸看起來像是有病的樣子嗎 他為什麼要去買美債 你這個說法非常好笑 如果中國大陸跟日本買美債 那美債就不會有問題 世界經濟就恢復資訊 這好像說 如果你把你的錢都給我花 那我就不會窮 廢話 那奇怪 你美國不是在全世界都你的盟友嗎 五眼聯盟啊 歐盟啊 你叫他們買啊 為什麼他們不買 他們其實也跟著一起拋耶 不是嗎 就表示這不是中國的報復性行為 完全不是 是大家真的看衰美債 是覺得你美債我池在手上有問題 日本你以為他不想丟啊 他早就要丟了 只是被你壓著他不能丟而已 但是問題是日本現在想買也買不動了 他在買下去他自己也會垮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整個局面是誰搞出來 是你美國自己搞出來的嘛 那你還好意思去講 你真的要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你有種再去提升美債上限啊 你再提升我看你利息都付不出來 我們看到其實中美的角力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其實除了剛剛講的這個經貿上 還有就是在這個外交上 現在北京主場外交是連續的要來舉行 當然原本說有一個是 3月26號巴西總統的魯拉 那這個是目前先暫緩 但是呢31號會跟西班牙總理 4月4號呢 則是跟這個馬克宏以及歐盟的主席 那這當然是習普會後 中國呢開始要拉起這個 要突破美國 唯獨有一些主場主場外交 接下來呢 他們還會持續進行的 不過呢 這個皮油研究蠻有趣的 他就說呢 歐洲年輕一代人 其實他們對中國和美國的態度呢 都是比較批評的 因為呢 他們呢 首先對於美國 認為自己是世界警察角色 還有中國大陸 見證的經濟體量呢 他們是感到有壓力 有擔憂的 不過呢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呢 最新的是他計畫在3月27號訪華 先到廣州再去海南 要出席博敖亞洲論壇 那當然呢 新加坡在整個東西非常的重要嘛 所以呢 他也強調說中心關心是非常的好 也支持一帶一路的倡議 這一趟的行程 當然目的呢 也跟這個有關 另外還要深化新加坡和香港的合作 那這個未來當然在金融市場上 可能這個強強聯手 也會影響的非常的重要 那魯拉我們剛剛前面提到說 他雖然先取消了仿中 不過呢 在整個先前部隊呢 也是已經大量的湧進北京了 那他為什麼取消 主要是因為他感染這個輕度肺炎 好那所以就說 彭博就分析 魯拉要訪入前夕 這些農業大軍呢 已經先到了北京 就已經對球 希望說可以拿到更多的商機 所以不怕美國大灰狼 這個魯拉訪華呢 也要尋求中國大陸的半導體投資 而巴西前總統羅塞夫 當選金磚銀行的行長 也說呢 他會跟著這個魯拉一起訪華 而且呢還會就職 那當然這個對於未來金磚國家 整個相關的發展呢 也是相當的重要哦 結果評論認為說呢 如果魯拉跟習近平這場會晤啊 其實對金磚國家來講呢 在這個中美交鋒加劇的情況之下 巴西他們很多行動呢 可能都會影響到世界權力的平衡 他另外呢是拜登就說 批評啊 就是他說二中呢 現在看起來越走越近了 這個被嚴重誇大了 他就說大家不要以為說這個美國已經是 比不上人家了 美國在組建聯盟方面呢 是遠比他們成功 但是事實是什麼呢 連自家後院可能都出現危機 玻利維亞的總統呢 就說批評哦 他就接受專訪嘛 就說美國總統拒絕 玻利維亞的總統拒絕美國來插手他們的離資源 而且要跟這個阿根廷智利秘魯啊等等 來尋求這個主權 那另外說呢 對於啊這個美軍高官哦 一直對玻利維亞指指點點哦 他就說拉美又不是你美國的後院 還是農場他們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啊 那另外不只他們造反哦 現在呢沙國哦 還有呢就是在電視台哦 播出了模仿秀耶 這嘲諷意味十足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好這畫面哦 這個大家特意的哦 他要模仿呢 就是拜登哦 當初呢他不是大家應該印象也很深刻 是他要轉身 握手就發現後面沒人啊 大家很擔心說 拜登是不是這個身體有些狀況嗎 另外這一段呢也是模仿哦 說這個拜登在要登機的時候 就突然就跌跤滑倒 大家都很擔心說 他第一個身體有沒有狀況 第二個是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就這樣子的畫面呢 就直接的秀在這個沙國的電視 就是當作一個模仿秀脫口秀來嘲諷哦 所以大家可以險見說 現在可能大家對於拜登呢 這個政府的態度哦 好另外呢 是大家現在很擔心的是這個 傳出說英國打算要提供給烏克蘭 所謂的平右蛋哦 普希就嗆嗆說 如果真的話呢 他也會以牙還牙 勿忘教訓 先帶大家來看到 因為呢這個平右蛋哦 這個塞爾維亞的總統呢 就非常生氣 為什麼呢 因為在1999年的時候 3月24號有一個北約軍隊哦 在沒有經過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之下呢 就侵略主權國家南斯拉夫 而且進行的是78天的轟炸 當時就用了這個東西哦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到底多生氣 是我覺得 你 possibly跟我們公關 你跟我們公關 李遜過 了 Actually我們公關 我們公關 好 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因為來看到 當時就說至少2500個平民喪生 而且中國大使館30 20傷 然後另外呢 是這個律師團也提到說 北約在南斯拉夫投擲降的這個瓶釀彈 造成了什麼白血病癌症 這個是後續持續性的影響 不是一時之間的 那南聯盟遭到轟炸的24週年 美國大使就稱說 薩爾維亞的民眾強大到能夠放下怨恨 就這句話當然是引起他們的批評 就覺得說講這話實在是太冷血了吧 先請教北約老師 怎麼看說現在當然中國大陸 在疫情之後主導了很多場的外交戰 那這些外交戰 包含對其他這個金磚四國等等 都造成影響 我必須強調 這個大陸在最近這個外交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拜登老早就該做的 拜登是我所知道見過最糊塗的 最沒有能力的美國總統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做的事情 禮尚往來這件事情 這個道理他不懂嗎 和平建國他不懂嗎 世界講求的和睦 君子有成人之美 怎麼會拱火打仗呢 對不對 因為你這邊強調了說是 這個魯拉他本身的農業團 雖然他現在可能不來了 但是巴西是產肉大國的 他們基本上的話 肉這個魯拉上來跟他的這個 跟他一起訪懷的這個羅塞夫 他們兩個都是比較偏左的 魯拉重新選回那個巴西總統 那個取代了原來的巴索納羅的時候 魯拉上台第一件事哭了 他說巴西這麼大的國家 他居然有人餓死啊 開玩笑 因為魯拉這被強調 因為巴西的牛肉 我們在台灣有個名菜叫巴西窯烤 全部吃肉的 巴西本身就自己不夠吃 還有人餓 反正就是他生產動作 就一律就是按照這種 控制他們國家的美國公司 其中有個法國的三家美國的 然後往外銷 哪裡家庭好往哪裡賣 巴西人有沒有吃他不管 然後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包含所有的國家 西班牙本身一比利豬也是賣豬的 他們沒有半導體沒有芯片 他們就賣肉啊對不對 感覺上西班牙成了一個賣肉的國家 這個事實上也是好事 貿易就互通有物 最重要的是馬克宏跟這個馮德萊恩 他們也要急著跑去訪問中國 馮德萊恩原來前一陣子 把中國罵了一塌糊塗 我看他不會得到什麼好臉色的 因為禮尚往來 這個外交當中的做法嘛 我必須要坦白強調 這個當中啊 這個最重要的 美國本身的外交政策來講的話 就是喪失人心 在經濟上來講 他的這個債務沒人管了 然後他在政治上的話 聽他的話越來越少 美國社會當中的話 越來越多人反對 我對歐洲的情況比較熟 歐洲的年輕人 對中國那個不叫做有負面的印象 他就要不了解 但是對美國當這個世界警察 他們老早就反感透顶 最後的話 我稍微要提一下 這個英國要提供這個瓶釀彈給這個烏克蘭的 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非常非常嚴重 因為俄羅斯的這個外交部的發言人 那個女的扎哈羅娃 她說過 這個瓶釀彈的觀念是 它一樣有放射性物質 它都會影響到一般的老百姓 你剛剛也提到了 就是一般老百姓都會在這種瓶釀彈轟炸之後的話 就會遭遇到任何所有有關於放射性物質的疾病 所以你剛剛講的壞血症 或者說是什麼 什麼癌症 什麼這些東西都有這種情況 另外最嚴重的事情 英國的理由是說 我們已經用過了 那還得了 你不提人家不想 1999年你都用過 用過的時候 所以說武器級 他說的話非常生氣 就你的國家你占了什麼權利 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連續轟炸多少天 到了五月份的時候 那個美國的炸彈炸到 中國駐南斯拉夫 中國駐南斯拉夫 那個時候的首都叫做貝爾格萊德 貝爾格萊德就是貝爾格勒 貝爾格勒 他們基本上就是在現在的塞尔維亞的首都 所以塞尔維亞武器 其實他講這個話的原因就是說 本來是 南斯拉夫是個非常大的國家 後來現在塞尔維亞成了內陸國 這個導致出來的結果 是真的意想不到 我想這種仇恨 這不會忘掉的 怎麼可能忘掉 還從美國大使來講 對不對 我都不會講你會忘掉了 那美國大使講更神奇 這當然 這未來對可能很多的國家 影響非常大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當然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呢 這個所謂要提供給烏克蘭的 平釉彈可能影響非常嚴重將軍 對這平釉彈 平釉彈它是我們叫核子彈 核彈它去鐵鏈之後 它尾礦剩下的渣渣 我們來做平釉彈 那不是那個核能發電的 因為它的純度太低了 是沒有辦法做平釉彈 那平釉彈呢 我們知道那個平釉彈密度非常高 鐵的鐵已經夠重了吧 平釉彈的重量 它的質量 它的密度 是鐵的2.5倍 換句話說它打出去 這個量非常重 撞到那個騰克 專門打騰克 平釉彈是不打飛機的 因為騰克它裝甲厚 那平釉彈的話打過去的時候 命中這個目標的 設施溫度1100度 但是它撞擊力道能量 我們知道由動能變成溫度 變成3000度貫穿巨極 而且它會變得更尖銳 轉到騰克裡面爆炸 又尖銳又高溫 因為它密度高嘛 所以對騰克來講的話 重創 這是非常有用 殺傷力非常強 騰克最怕平釉彈 但是平釉彈 剛才院教授有講 因為平釉彈它有化學 化學毒 還有放射毒兩種 那換教授這個造成環境的破壞 那人人如果沒有死亡 那造成它 你要知道 受了這些高劑量的放射之後 它整個這個基因 DNA都受損 會變成激起 會變成癌症 會有這個狀況 反正平釉彈是算屬於不人道的這種 這種大殺傷性的武器 變成這樣 那如果是在烏克蘭戰場 如果是烏克蘭用對這個 俄羅斯的騰克不會做這個 俄羅斯一定會報復嘛 溫壓彈也來了嘛 溫壓彈 溫壓彈跟真空彈 白鱗彈 溫度也是很高 兩千多度的 那唱到神上不得了 你那個 那個哀嚎那個生不如死 溫度太高 兩千多度 那個白鱗彈 還有溫壓彈 真空彈都來 還有子母彈也來 散雜彈 都會造成更大的報復 因為俄羅斯他 他認為他不會認輸嘛 我們看兩次戰爭了 包括拿破仁 拿破仁帶了61萬人的軍隊 歐洲聯軍 包括法國軍隊 還有奧匈帝國的歐洲 去打那個俄羅斯 奸壁親野 他不投降 那時候你就帶了砲隊 那時候剛才19世紀初嘛 砲隊是最厲害的嘛 你看這樣 你看在 第二次世界上戰的 希特勒 希特勒派這個 巴巴羅莎會戰 打的 不管瓦瓦河會戰 史達林格勒會戰 還有我們講到的 這個基辅會戰 打的好多慘啊 就是我投降 後來大報復 殺進柏林 把柏林一分為東柏林 西柏林 把德國一分為二 東德西德 看俄羅斯在這一方面的 戰鬥民族 有時候打起來 他比狠 你如果更狠的話 俄羅斯他更狠 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烏克蘭 他要從 從一個宏觀的角度看 怎麼去解決俄物戰爭 這才是他的智慧 戰略智慧要發揮 所以現在這個 英國可能會打算 提供給烏克蘭 這樣子的平右彈 就剛剛有提到說 他不只是可能打下去 對沒有直接影響 後續呢 這個包含一些 放射性物質等等的 可能都還是會有 非常大的這個衝擊 我們休息一下 晚上回來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接下來看到呢 這個沙國電視台 這個嘲諷意味十足 賓哥 其實沙國過去 跟美國是非常友善的國家 那他們居然會去做出 這樣的東西 可見得 沙國現在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到了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讓我很訝異 因為說真的以我的年齡 從我生下來 到這個世界上 一直看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看到 美國在全世界的地位 如此衰落過 我說真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 沒有想過 對 我也沒想過 美國會變成這樣的一個國家 這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訝異 美國不管是在 中南美洲的影響力也好 在非洲的影響力也好 甚至在整個 歐亞大陸的影響力也好 都是呈現 非常明顯的衰退 而且他自己的經濟實力 也正在衰退 甚至他軍事力量都在衰退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 全世界來講都是一個變革 一個警訊 我覺得大家都要去好好思考 那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人類最基本的價值就是 我們都不應該期待戰爭 所以我們都應該盡力去阻止戰爭 結果英國你現在不用盡力量去阻止烏二戰爭 反而是要把平右蛋這一種 我講實在話 英國自己承認 說他之前好幾次戰爭也有用 對啊 為什麼你知道 他自己的士兵 包括美國的士兵 其實都在跟政府打官司 因為他們認為 他們被這些平右蛋平用抓假 害了他們得白血病 害了他們得癌症 那你們自己國家的士兵 都在抗議這種東西 那至少以前用平右蛋國家 從來不在自己的國土